房子坐落在溪边 探出窗外就能够欣赏自然景致 只不过 挡土墙严重受损 砖块缺少了好几块 墙面更是明显军裂 冒出好大的空隙 金楼安乐基金路一段一处社区 当中部分临近大五轮西畔的房子 陆续出现地级下陷军裂的情形 粗估裂缝约30公分 一大块一大块水泥碎裂 墙壁上还看得到裸露的管线 这令住户质疑 恐怕是因为吸水冲刷掏空地基 当地不止民灾受影响 西边部分户岸上也有裂缝 而前理长表示 过去就建了挡土墙 避免大水来临的时候直接影响民宅 而副议长认为民宅就是受到吸水冲刷影响 我们发现吸水两侧冲刷是已继承的事实 所以即刻配祥就请市政府公务处 能对冲刷之地基进行结构性的补强 而基隆市府公务处表示将会尽速修补户案裂缝 但认为社区内的裂缝跟大五轮系无关 现在住户只希望相关单位能够赶快解决问题 避免居住安全受到威胁 TVB新闻流星快调主创基隆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